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西非地区遭受着安全的困扰 这其中包括像恐怖主义的威胁 有组织犯罪 必须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 在维护世界安全方面的中国与非洲 一直在进行着紧密的合作 习主席也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来回应世界各国对于求和平谋发展的迫切需求 在当前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之下 您如何看待习主席提出这些倡议 它的现实意义 因为是真的 因为是真的 阿菲西方的关注 有很多关注的安全性 的terrorism 和继续的攻击 但是我们必须要继续这些国家 为能够再继续 所以能够再继续 的整个继续 的继续 的继续 这些国家也会 在这些国家的关注 的terrorism 所以我们必须要招待 这些人的主席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态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